持续带您关注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了 那么美国的动力网爆料 俄罗斯把这样令人恐惧的武器 投入到战争来使用 放到全球最长的核潜舰 别尔哥罗德号上 为什么会这么令人恐惧呢 我们可以带您来了解到 因为它可以携带六枚的 波赛东战略的核鱼雷 最大的长度呢 它甚至可以来到183米 在水下的排水量 也可以达到2.4万吨 尽管呢现在俄罗斯呢 宣称是用于科学考察跟救援行动 但是美国却认为 就是模糊焦点避重就轻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呢 似乎也把目标呢 已经放到了乌克兰的 斯拉维扬斯克市 过去的24小时已经不断的炮击 那么10万居民已经逃离 剩下两三万人 留下来的呢 多半都是渴望迎接 俄国军队的人 不过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这持续的军事轰炸 要夺下这乌克兰的东部 巩固当地的控制权 除了卢干斯克之外呢 现在俄军更企图全面地掌控 盾内刺客 就在东部战区的最前线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周六又遭到了火箭 击中两层楼的民用住宅 那么不停下的战火 也让居民觉得非常绝望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